好 同學 那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聲音的速率 怎麼算齁 聲音的速率我們又稱為什麼呢 叫做音速 或叫做聲速 聲的速 聲速 或是音速 欸這個東西還蠻有趣的 就是我記得我看一部叫做 欸叫做 即刻救援 有一個爸爸 不是美術很強嗎 第一集 不然太太被綁架 但是女兒被綁架 我想起來有一集是 他太太被綁架 然後他救他 然後呢他也被關起來 可是呢他就說 我要引爆 炸彈 然後呢他就想說 因為他在某個地方 這時候他就用到聲速的概念 看手錶 然後 爆炸 然後怎麼樣 他就算時間 他就猜說 可能方圓幾里之內 然後第二個爆炸 在哪裡出現 他就去找出兩個點 他就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裡 因為他知道爆炸的地點 他就可以算出自己的位置 還有那個什麼 他最好出門之後還算 其實 你這樣電影的哏啊 你這樣很科學 是嗎 你不知道那個 最強老爸也要 會 就是從那個爆炸的 就是看到火光跟爆炸的時間差 不知道說 在哪裡距離 好所以呢 總而言之呢 那到底 你們有聽過超音速飛機嗎 有一種 有一台飛叫什麼 協和他 我以前最早的 超音速 什麼叫超音速 就是比聲音還要快的飛機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飛機 飛過去之後 你才會聽到 因為飛機比聲音還快 那什麼 聲音的速度到底有什麼快呢 你可以記一下 大約是 大約是340公斤每秒 340公斤 這個也很多小數的梗 還有一種地心探險 就是那個什麼 一個主角跟他 那種博士來走迷 因為他底下好像是迷宮一樣 然後他就邊喊叫 然後聽那個回聲啊 去判斷那個兩個人距離 所以 你如果把340呢 記一下 你如果有一天你 跟你的朋友 這個 在山上迷路的話 你可以 你可以用這個來判斷 跟他的距離 因為我們在以前爬山 他會 這個就是那個路可能會走遍 就要喊一下 都會喊一下 然後就大概知道 對方很多 對 一秒鐘 就是340公斤 好 所以呢 這是他的 那為什麼會是340公斤 所以你只要 你只要超過340公斤的速度 就叫什麼呢 就叫做超音速 超音速飛機 超音速速 好 好 那 那聲音會受到什麼影響呢 好 說到3個音速 沒想 注意 不是 是 請問下雨天聲音傳比較快 還是 還是 晴天 下雨天 對 下雨天比較快 為什麼 因為有水氣 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說那個 通勤震動是分子跟分子的撞氣 對不對 超濕 那你如果超濕的話 有水氣會幫忙撞氣 對不對 所以沒錯 這傳播呢 受到3個音速 受到 超濕受到 對 第一個是 濕度 溫度 溫度 溫度越高 那個分子的碰撞越激烈 對不對 你如果有足夠開水 你知道那個 直到100度的時候 那個水 很滾 對不對 溫度越高 碰撞的能量越大 所以溫度越高 傳得越快 第二個呢 濕度越高 也傳得越快 越濕 傳得越快 那在水中就傳更快 好 第三個是 順風也較快 因為順風是把那個空氣分子怎麼樣 推過去 對不對 很像是順流而下 所以當然順風會比較快 所以是 順風 好 啊 那逆風又怎麼樣 腳蠻像你騎腳的聲 逆風根本很難 對 肉質比較難 好 所以呢 如果溫度上升 濕度上升 你就是順風 然後這時候呢 是最快的 直升速快 對 升速是最快的 先去快 好 所以呢 這個是三個重點 那到底呢 到底是怎麼算的呢 這邊有個地方就是 你要知道 跟溫度有關就好了 算上1.0.6G 對 好 升速呢 根據實驗證明 這是實驗的 升速呢 在無風乾燥的情況之下 每 上升 0.6G 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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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怎樣 抱歉 沒出來 每 每上升1.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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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G 每上升1.0G 呢 那個 升速會增加0.6 升速 可以 增加 0.6M 就每秒會增加1.6公尺 所以溫 所以看如果上升了10度C呢 那個 速度就會增加6 每秒就增加6公尺 好 所以呢 可以得到公式呢 331 對 331加0.6G 331 331 331在0.5C的時候 好 加上0.6T T T是指那個 C 所以呢 對 每上升1.0G 啊 升速 對阿 升速每上升1.0G 會增加1.6 我把它解化啦 有寫的很小 好 我寫的很小 好 我寫的 升速呢 在什麼時候呢 在 溫度 內 上升 1.0C 好 會增加這樣 好 所以呢 331是 好 我這樣講給你看 如果我T等於0的時候 T等於0就是幾度C 30 0度C嘛 對不對 把0帶進去 會得到什麼 好 所以0度C的時候呢 你會得到 升速是多少 301 好 升速是 331 什麼東西呢 331 每秒 公尺 公尺 331公尺 你會得到 把0帶進去 你會得到 這個東西是 實驗出來的 你知道嗎 好 你就是把它背起來 因為它是實驗節 好 就是0度C 把這個當成0的時候呢 所以0度C是331 每秒人才1 好 那如果10度C呢 6 10度C帶進去 就是331 加上 0.6 乘以10 對不對 好 這樣變成6嘛 所以加起來多少 337 337 337 好 MS 可以嗎 如果25C呢 331 加0.6 乘以20 加12 對不對 25 12 所以331 加上 0.6 乘以20 12 所以 12加331 等 343 好 那我剛剛說大約 340公斤 340公斤 這是幾度C 這大概15度C 可以嗎 就是把溫度照進去就好了 這個公式是 實驗節儀 T是溫度 T代表溫度 T是溫度 T代表溫度 這是時間喔 T代表溫度 因為溫度的英文叫tature 也是T 這樣可以嗎 對 好 所以這就是 深數的算法 好 那所以呢 同學 底下我問你喔 如果20度C 請問深數大概多少 343 343 343 大概都347 正常情況之下 好 那麼第四個 欸 雖然是如此 這是空氣中啊 你知道嗎 空氣中的深數 好 但是呢 如果在水中就會更快 對不對 我們現在講的就是在空氣中 我跟他們講的 這是空氣中 一般的空氣中 好 但是呢 其實它還是有差別的 通常聲音的傳播呢 在什麼時候最快呢 在固體最快 以前都有個 知道床來提攬 就是 如果要看這個輔助有沒有來 就是反頭 貼在鐵尾 可是其實超危險的 對不對 頭給點過去 所以千萬不要這種事情 可是電影在演的 好 所以深數基本上呢 它是在 不同界子呢 它的速度不同 速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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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通常怎麼樣呢 通常起來是有 物體 好 比方說石頭啊 木頭啊 這些 的傳播速度呢 會大鯉 液體 就是水 分大鯉是什麼呢 氣體 這其實都密度沒關係 力度越高 換得越快 好像這樣子 通常的 但是 不一定是這裡 不一定是 絕對的 因為還有其他的 溫度啊 可以說一下 還有那個分子的氣體 不過基本上是 就是物體大於液體大於什麼 氣 好 那你一下有列幾個嗎 比方說在 窩裡裡面 可以每秒可以到 6000公尺 一秒都可以走 6公里 好 像窩裡的話是 窩裡 6000 MS 好 那水的話大概多少呢 1463 大概只有 一半的一半 四分之一 好 那空氣的話就是 340幾 好 好 這樣可以嗎 好 這邊都很簡單 好 然後呢 看這個 所以結論就是 聲音的傳統會有兩個條件 我剛剛講過 第一個什麼呢 要有戒指 任何戒指都可以 空氣 石頭 第二個呢 要有什麼呢 震動 對不對 東西要震動 好 好 所以第二個呢 所以總之呢 聲音就是要來個條件 戒指跟快速震動 好 才能聽得到 好這樣可以嗎 好 先幫我 謝謝